王冠斌 密刑真 Why So Serious 3月15日星期三晚上8.08分 这里是王冠斌密刑真 首先要先请我的拍档 司朗卓士 Hello 斌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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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的朋友 其实星期一的时候大概有和大家交代一点 今天也说了 其实是什么呢 做完今晚和星期五晚 我们这季的王冠斌密刑真 就会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微休息一会儿 一直都谢谢大家的支持 过往每一个星期 其实都差不多隔天 然后就和大家在晚上的时候聊天 发表一下自己的小弟的小小伙伟论 谢谢大家不嫌弃 我们就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会儿 之后会用一个什么形式 再见大家呢 我们就再在后面和司朗那些 谈谈 其实一直以来都要 谢谢司朗的 因为他们就是我这个节目的监制的角色 最主要他就看着我了 他看着我了 这样的 一直以来都是谢谢司朗 还有我们也有很多台节目后的兄弟姐妹们 帮忙 这个节目虽然没有很多很多人的反应 不过 但我们也很感谢 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朋友去支持 这个星期五之后就会稍微休息一会儿 所以就只剩下两集 即是今集和下一集 跟大家聊聊天 或者可能是星期五 特别是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在直播的时候 就可能在留言区那里 告诉我 然后大家聊聊天 看看之后大家想我用什么方式 又或者用什么玩法 大家觉得再玩得过瘾一点 OK 那就第一个了 那第二个当然就要感激司朗 他那些临别证言 或者什么等等 我留下星期五先 但今天有一个都关你事的 是 你知道男人 你有病 就都关你事 那病是什么病呢 说病 很容易会招人说病 就是这一刻 因为今天就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都是关于男和女之间 例如突然发现 香港有一个女孩 涌战日本影坛 去到这个日本的程式产业里面 发光发亮 引起一连串的讨论 今早早我敢说 最多讨论的 就一定是这件事 因为我的成长背景 都比较是在男人堆里面长大的 这样 然后 譬如Table Group 马甩鱼 Group 那些全部今早10点多钟 就一直说 说到今晚都没停 我告诉你 不用了 整个Facebook现在都洗了 软到连打机group 连打机的 标题都在说这件事 你想想 很多HKTVMORE 还有哪个 IKEA都出来抽税了 早两天讲完 一哭二闹三上之后 然后今天就来过香港冲出国际 哇 厉害 所以说从事AV界就多事了 你以为一即死定 一即又名 那头还忍退 这手又还人 再见江湖 所以这些叫什么呢 有人持官归故里 有人漏夜赶科长 我看看你要什么 那关于这个 虽然每个人都会有兴奋 不过今天真的很危险 危险在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在公司上高谈阔 因为你知道 讲这些课题 特别是 今天大家在WhatsApp群里 应该都收到 那条分多钟的导致了 大家自己斟酌 在一个什么空间开来看 不要亂播 不要亂播 今时今晚香港很严重的 一听到不舒服 一听到那些声音 很快就已经是 即是马上记下你的名字 然后很快就找人拉你了 那些性骚扰 那些之类之类 大家自己作为男人 大家要小心 那关于这个 今晚其实想说说男女之间 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案例 出来之后 确实有很多人都 多年来都有这个反应的 特别近这一两年 可能那个叫做 回响就更大 那在说什么呢 事源早几天 在这个讨论区上面 就封存了有一个 在健身房里面的一个健身房的小护士 说有一个男士 他在这个健身房里面 就是健身 做到健身之制 你知道男女的 一起用的 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一起会健身的 他就说 突如其来有一个女士 就出言 就跟他说 喂好老啊马佬 看救命啊你 怎么看我啊这样 那然后事件就引起 轻言大波 那因为 那个女士就指控这个男生 就在健身房里面 就看他健身 就看他 就觉得他 让他本人觉得不舒服 于是乎就是大怒大怒了 这样 然后呢 本身如果一个女性真的受辱 是绝对绝对应该 出声 一定要勇敢 OK 将那些坏人承治于法 OK 同样地 如果有男士觉得比异性 或者同性 是对你有些不礼貌 令到你不舒服 他摸你 他影响你 或者他怎么样都好 一不礼貌的 都必需要勇敢指出 这个是必定的 这是第一天条 好了 但是 这一刻 男生就说 喂我真的没有啊 大哥 你真的 喂 不要这样啊 我没有啊 你不要冤枉我啦 还有这些呢 你说完之后 我真的水势都不清啊 好彩 你身边有个朋友 不如你做朋友做证吧 这个女生的朋友就说 我什么都看不到啊 连他的朋友都不帮他 这件事就 可能是叫做 就这样就过去了 那女生也最后就说 算了没什么 一场误会啦 一场误会来说 男士当然觉得 我一向都没有 什么叫一场误会呢 这条戏就有点不信 那本来有这么少的故事 那当然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天条 如果真的遇上事 是真的要出声 这个就怎么说都对的 嗯 但是我就说 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觉得哪个位不舒服呢 就是今天最值得讨论的位置 就是究竟什么 令到对方会认为 你是侵犯到他 或者冒犯到他 不用用侵犯 侵犯都好 就是泰日飙水的字 我们用冒犯到 OK 好了 然后再者就是说 譬如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如果譬如可能在地铁 在一些公众场合 有时候可能有些人真是很坏的 把电话出来拍的 那些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问题的 那你就跟他访吧 是吧 你就可以叫他 喂 你拍什么呀 或者什么 当然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说 因为他实在是灰色地大 而如果他是真的犯事 而女生应该要勇敢 或者不要静啞隐 能力容忍的 对的 好了 但是有时候他觉得是 另外我也想说 其实不只是当事人的 如果你第三者 尤其现在我们那些 搭巴士 搭地铁那些 如果我们作为第三者 看到有人这样做 其实我们作爱人 其实都应该要出声 就算这个是真的 就算你说不关我事 但我觉得都需要出声 因为是在帮着事主 因为这些我们就真的 有时候都会生气的 作为男人 都会觉得 都是那句坏的说 不如你正正经经去 什么 解决些事情 自己好不好 那你做这些事情 第一是犯法 第二你又确实有伤风化 第三你又令到 就是那些女孩的经浪失措之后 他对于其他人的信任 又会低很多 那男士久而久之 当然刚才我们说 基于第一个原则 凡事的 女孩不要忍 一定要指出来 一定要将那些坏人 承知于法 好了 但是其他的男孩 A 但凡有一两个师兄 不听教不听话 就令到全部男人连坐法 现在搞到在街 可能你望两眼 然后你就已经 可能被冠上这个罪名 或者有时候你没有的 你刚刚站起来而已 那已经有可能 而且对方说你有 你是必须要找方法 去证明自己有 没有 OK 好了 而这个状态 就跟香港一般的法律的基礎 就是意识 就是有些不同的 香港就行普通法的 什么意思呢 是必须要证明 那个人有犯罪 那个人才犯罪 就不是那个人 要自己找些东西 去证明自己没有犯罪 那么在这个课题上 现在慢慢男人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讨论 就是有些男人 就会觉得不对劳啊 大哥 以后我做出什么 就是基本上我出现都是错 我呼吸都是错的 OK 只要我一现场 他不停觉得我有而已 我就要找方法 他证明自己没有 那这件事是很惨的 我觉得 就是我今天说的 不是一触干打 就是说那些女人不对 因为回到第一个天调 如果真的觉得他自己受到 就是屈辱或者什么 是必定要出声 这个是我无论如何 我立场这个位置 我不改的 不过我就说了 男生 你为了在现在这个现有的环境下 可能你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例如你走开 你走到有这么开 得这么开 OK 电话麻烦放在袋 个人又要走最开 两只手放在下面 不是下面的下面 两只手在旁边 OK 好了大臂側变 不是内側 是外側 不过你 然后眼睛麻烦尽量自己 当自己是盲盒 自己花满流一样 你当自己 为免自己本部花了 所以麻烦你要做花满流 中原第一盲盒 OK 就要怎么睁起眼睛 闭目养神 这个就最好了 OK 好了 但是这件事对不对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点扭曲了 是有叫汪过正的状态 但是怎样拿捏火候呢 我觉得全社会大家都在学习着 究竟怎样是不会令人 不会呢 而如果你做这些行为 就基本上你等于说给人知道 你是犯罪 在犯色的 好了 反过来 我自己 由我入行到现在 我都很看重这个位置 就是 过往可能我的历年 可能有色的女生比较多 OK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说 就是做事 或者个人被人说你走诸仇 因为这个我从小过入行 已经有前辈教了 就是说 是这行五光十色 可能很多美女 但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 因为一时之快 邪念一动 你就有很多事情 就一下子 就不用玩一世了 OK 行里面有很多 就是有时候不注意 他真的抽水的又有 令到对方误会的又有 所以 譬如我自己的工作 当然我不是拍戏 我没有那么多 跟女性的身体接触 我自己呢 在我工作的时候 A 我大部分都一定会选择 跟男性工作的 这个是我自己本人 一个很强烈的取态 因为原因是什么 男生相处就较为直接一点 正所谓的 不妥就刀刀叉叉 一旦有什么摆在桌面 说我就最喜欢 女生是要深思细密一点 跟他做事 就是跟女生做事 女生有他的优点 但是我自己本人跟他们相处 我不是最 控制得好的 因为有些事情 譬如可能到我有脾气 或者什么我要说的时候 他就可能不过于直接 不够温柔 不够哄他们说 那我当然觉得哄什么 你很黏的吗 大哥 对不对 我的女生都没哄得很好 哄你你哪位 这是第一 而第二就是 也都勉强很多误会 因为有时候真的 譬如你晚上做完事 大家男生做完事 各自散 你不要搞我 我不要搞你 但是有时候女生 好了 那么你 先生不先生 送他回家 这些很尴尬 很容易 挂甜理下的事 我就很少 通常如果我选送你回家 我想一半以上 我是有些动机的了 否则的话 我通常都会不让你自己搞 不要烦我 走吧 走了 但是没人理你 你自己自强 OK 送一首歌给你 你硬是很坚强 你自己唱吧 一路回家一路唱 很坚强 你自己唱吧 这是我自己的 好了 但是反过来 新世代的可能就没有我这些富系思想 我是比较富系思想的人 OK 好了 私囊 你自己的工作的经验 有没有这些很怕 跟那些女生有些过从事物 有没有这些过从事物 害怕被誤会 之如此类的 还是不是 因为据民理也很多女生 有这些事吗 我都想 哈哈哈 我自己工作上 始终我们首先 这一百里头 首先就不多女生 亦都是这个 没有一个很特别需要 很过于亲密合作的状态 大家都是坐起来 开麦开完麦跟着就散 所以其实理论上就不多 而且再加上我自己 但反过来我自己就相对是比较 我觉得自己比较紳士 是比较紳士 当然我不会说送到回家 我最多可能就是送你去乘车 或者是去到深敲某 那个大的中转站 走一段路 那样都是散的 那我自己当然也需要去做一些回避 我同意是那种回避 当然我不去说到很强烈那种 一来就摆个方法 你自己搞什么 我又不是去到那么大男人 但是我就会说 我送你去乘车站 去到一些叫做人多的地方 或者可能本身有一个叫做出门口 可能由公司 Let's say 由公司去到一个 大家叫做走一段偏僻的 走一段比较人少的路 那我会陪你走 但是去到一些大的转车站 那样就死散了 那我会通常是保持着这个状态 然后你说合作方面 老实说我是同意的 跟男子合作 就一 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或者是 其实应该这么说 真的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 不是男人来自金星 女人来自火星 其实这件事某程度上是没错的 因为我发觉就是 很多时候男人和男人合作之间 就是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大家拍拖头自己谈好它就算了 或者总之大家说完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女性的时候 因为大家本身的观点的角度出发已经不同了 可能我们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执事搞定它 但是女性就不是的 可能她会 我要一二三四个步骤 我要准备好 我要想好 我要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要想好很多情况的时候 男人就会说不要这么恶 或者不用不用想到这样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但是始终有时候你拖得太过密集 或者太过撤撤逼人那种感觉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会不舒服 我搞不定的 我搞不定的 我不是那种你不要那么烦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或者是不是想那么多 我又不是去到那种会说到出口 但是我内心也会有想法 我会是这样的 我会尝试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一个尽量避免冲突 我会尽量协调 尽量去避免 但是当真的就到一个底线的时候 我都会发疯的 你会爆 我都会爆 或者是 受不了了 下次不吵架了 我都会这样 所以我要强调 我是以一个 gentleman 我是以一个 我就到尽量去避免的原则 但是你就不要挑战我底线 就是这样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男人和女人做事的方式 没有对错的 只是两个想法的思维目式 而再者就是回到刚才今天说的重点是很多时候真的勉强麻烦 现在在香港做男人真的很辛苦 什么都是你做的 我都不计算那些 我都不计算那些 赚钱多赚钱少 什么的我全部都扔开 纯粹是一个交往上面 也不要说交往 相处上面就是同事之间的相处上面都有很多东西你尽量 连却就最好 当然有很多女生都是很男儿气概的 就是那些有很多女生都很爽朗的 特别我们做这一行的传媒的女生比较多都是一些硬汉子的 就是他们很多都很顶得的 就是有时候拍摄或者什么 去到晚上的时间可能有很多女生都捱得到的 很好的 但是只不过是譬如在这些情况下 譬如我可以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譬如 就是不是对着她说的 可能一大班人有些女生在那里 可能就等她说 诶 学一下吧 大了 要听一下 你知道吧 可能不在乎的 但是去到我这一段都不行了 因为更加要避忌一点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听起来舒不舒服 还有也都反过来 可能现在你说的好笑话 有些女生还说得好笑过你 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譬如施朗那年代就更加 因为避忌是害怕的 就是尽量是关门门 所以我就说有这些 以前常常说girls talk girls talk 现在不是很多 现在men's talk比较多 因为真的需要找一个特定的空间 去挖出来给男生吐口腐水 我觉得这些人的改变挺有趣的 真的有这些 以前一群girls talk pillow talk 这样说 哎呀 她要咪咪咪咪咪咪 我咪咪咪咪咪咪 现在很多女生不是一来 放在桌面的 那些男生反而也收回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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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再跟人说女权主义 男权也要主义 我想说那个状态是 我想我们最后追求的是平权 平权的意思是你跟我都一样 嗯 而不是某一方大过另外一方 还有你不要是你拿完优势之后才跟人说平权 对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怎样都好 我觉得普通没有犯法没有歪念的男士 自己的情绪 如果你是那些有歪念自隔的那些坏人呢 你就等被人抓 但是女孩子来说呢 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有怀疑 你可以在你安全的情况下 再留意和搜集多一些证据 如果对方真的出手 你会看到 喂 喂 中了 断正的 千万不要忍 OK 一定要将它乘治愈发 但是如果有时候有一些的状态 你要想一想 是不是 就是不要乱按那一钟 那个钟你要按 危险的时候必定要按那一钟 但是你是不是都按那一钟 因为浪来了之后呢 就其实可能最后吃虧的是你自己 就是我今晚想说的是你一个 那所以 是的 就是保护好自己很重要 还有就是作为男士你走开之余 如果你都是比较纳尔的 我觉得可以就是一眼观察看多一下 就是看他身边有没有那些真的有那些不好的 你要帮他出声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走到最开 我经常都觉得就是 你说男女之间的朋友行不行 可以 但是你真的小心一点 我不太敢在这方面 我通常都走开 因为我人生真的数到游 我中学到现在 有的女孩子朋友真的不多 可能一只手掌数得了 因为那些要不就混 要不就不混 没有了 很简单的 就是这个就是我了 现在这个世代玩玩具比较好 我不知道你玩什么玩具 那你来吧 哈哈哈哈 我不要玩玩具 好了 那今晚就不说玩具了 免得私套开了他的模式 有些女色观众听不懂 神經病 对了 星期五晚 星期五晚 我们就是这个 希望今天认真的 最后一集 当然 斯朗也会在这 没错 和大家一起聊天 是的 也感谢斯朗 大家可以在留言 感谢斯朗 也感谢我们这些 很多兄弟姐妹 过往也帮他 opan好 各样也感谢人家 星期五晚 就是这季的最后一集 希望到时会见到你 还有有什么想谈谈谈谈谈谈 留言留言 告诉我 OK 今天先说这么多 谢谢斯朗 不用客气品哥 好我们礼拜五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